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老连看电影 今年是月十八号 大家期待已久的冯小刚的新片 我不是潘金莱上映了 我们觉得她是小白菜 她前夫说她是潘金莱 她自己觉得自己游戏像动物 这三个妇女 当年出来以后都不好 三个男残女残在一起 这跟什么三头六臂的 有点心理 别咽着下次口气了 那么这个片子呢 很多人看完之后啊 觉得拍的确实不错 可是呢 大家期待已久的冯小刚的新片啊 你看这里头用了一个 娱乐化非常明显的主角 范冰冰 而且起了一个特别娱乐化的名字 我不是潘金莱 很多人觉得这个题材啊 应该是一个让大家看着 很轻松很快乐的东西 可是看完之后呢 很多人就觉得啊 这片子可一点不轻松 甚至有些沉重 那我就求你帮我一件事 如果我帮了你 我能得到什么好处 我就跟你干辣事 如果能干辣事 就杀人也参 这次名单 要杀这么多人啊 没事 能杀一个是一个 人不用理他 我就负责帮我登陆他 我捅住他 我还想着 还想着人死不来 有点不快 亲爱的 你觉得我的生意值吗 我弄了一次 他杀我过来 我又不是黑社会 我是知道里面这个带 他是在一个深度上 来拷问我们的现实社会 所以很多人觉得 这跟冯小刚以前的题材 风格是大相径庭的 也有的看惯了冯小刚 贺岁片的时候啊 这冯小刚开始转型了 拍这录片子了 是不是有点不顾正业 也确实 自从1997年98年 很多人看了这个 《假方以方》之后啊 逢是喜剧的概念 就深入人心了 每年一到过年的时候啊 大家都想看看 冯小刚拍的 能够把大家逗乐的啊 相对轻松幽默的 这样的片子 听好 好梦一日有 咱们真是冤家入战 成全别人 恶心自己 哎 怎么这人的呀 咋来干了 你来看看 打死我也不装 终于要这个 下肚子 打今儿起 我跟这俗 一刀两算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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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 远远 有 你来说 麻烦了 硕切 其实有这样想法的朋友 您可能是 没有高度的关注冯小刚 冯小刚其实这些年呢 早就不务正业了 就是不按照 他原先那个套路出牌了 因为你看这些年 冯小刚拍的片子 除了那个显得 有点不伦不类 那个私人定制 那也不是冯小刚 什么上层作品 剩下的 你看看 他这几年拍的 已经早都不是喜剧片 甚至大多数是悲情片 你像什么唐山大地震 像集结号 还有那个1942 就是冯小刚这几年 已经一点点转过来了 不再拍喜剧片 不光拍悲情片 他还自己上阵 不当导演的演戏了 我们都知道演的老炮 他还得了台湾的金方奖 哎 你干嘛呢 你是 我让你进了吗 你就把脸下什么溜达 哎孙子 你信不信我抽你案呢 去去去 抽你 抽你 抽你